而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也换发了新的门牌 这次换发的门牌分为大中小三种款式 估计呢有两万三千片需要更换 而且需要花两个月才能够换发完毕 而未来新的门牌呢将更容易辨识 方便您找到您想要前往的地址 新北市就有门牌使用二三十年未更新 因老旧破损模糊不清 市府经由净图设计征选 经14日起轮至林口地区开始换发新市门牌 底图采用蓝绿色并放大字体 主要干道及大马路加大尺寸 二楼以上门牌恢复完整路名及乡弄名称 以提高辨识度 新北市的门牌呢因为二三十年没有更新 那最近呢这个在今天开始 那个我们就轮到林口来换贴新市的门牌 那我们林口呢有两万三千片左右 然后预估呢张贴的期程就是两个月 当然也要看天后的状况 陈东丁主任表示这次换发的门牌 有大中小三种款式 一楼主要干道及大马路街道门牌为大尺寸 并加大号码字体 巷弄街道门牌因路宽轿载贴挂中尺寸门牌 并将颜色改为单一颜色 二楼以上贴于信箱上的微小尺寸 新市的门牌呢它有分大中小 那大的呢就贴在那个大马路的边边 那中的话就是贴在巷子里面的一楼 那小的话就是贴在那个二楼 它就是外面的信箱上 所以说有三种不同的尺寸 所以等于是说在大马路边的一楼 它的门牌就会变得比较明显 比较好辨识 林口地区门牌约有两万三千片需更换 预计要两个月的工作天来换发完毕 新市的门牌更换后 将可让民众更易辨别 方便寻找到想要前往的位置 记者虎宇轩林口采访报道 林口采访报道